大家好,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一觉醒来,发现了戏剧性的事件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降落在我家附近了 这么说真的没有夸张,直线距离非常的近 而且佩洛西飞往新加坡途中有10万人围观 随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发消息 美国前官员推断 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 有可能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后 在台湾进行非正式中途停留 在稍早一些,法国媒体也发出了消息 法广报道引述消息指出 佩洛西将于8月4日经菲律宾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访问台湾 在台北会见蔡英文总统 再来看台湾的消息 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接受媒体联访时 为正面回应佩洛西来台与否的消息 但是他强调对于外国贵宾来台访问 军热烈欢迎也会做最妥善的安排 相关时间,七成等都尊重访兵的规划 问题来了,佩洛西到底会不会访问台湾呢?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咱们先说10万人围观佩洛西的闹剧 佩洛西到底去哪了,到哪了 全世界都在围观 那根据美国社交媒体消息 很多人贴出了多张截图 疑似是佩洛西这次出访的实时飞行路线 佩洛西一行乘坐的美国空军C40C公务机 飞行代号是09-05-40 很多国会议员出行都乘坐这架公务机 飞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 然后一路向西穿越美国大陆 进入茫茫的太平洋上空 那最有意思的是 这架飞机飞离美国大陆时 在相关飞行软件上 实时跟踪的人还只有1824人 但飞行到北太平洋中间时 实时围观的人数已经迅速上升到了65624人 佩洛西到底要去哪呢 会不会去台湾呢 围观了半天 这架飞机最后降落在了夏威夷的火努卢卢 而这个时候围观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8804人 也就是说将近10万人在实时围观佩洛西行踪 军机降落在夏威夷属于常规操作 C40C要穿越北太平洋 一般都要在夏威夷进行加油 让网友失望的是 全球这样围观 可能让相关软件商 甚至佩洛西一行人大为吃惊 反正随后不管你怎么搜索 这架飞机的行踪就再也不实时显示了 那当佩洛西再出现的时候 他的飞机竟然落在距离我家门口不远处的空军基地 直线距离非常的近 因为个人隐私问题 所以就不透露具体位置了 佩洛西搭乘的C40C专机 于新加坡时间8月1日凌晨40分左右 抵达新加坡巴亚利巴空军基地 一般情况下 这个空军基地负责接待来访的外国空军 不过在顾锦炎他将搬去正在建设中的张一机场 所以说在我家附近就可以看到战斗机 而且是超低空飞行那种的 有时候开着车 战斗机就从头顶上路过 都是新加坡从美国购买的各种先进的飞机 在佩洛西到新加坡不久以后 联合早报又发出消息 美国前官员推测 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 有可能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后 在台湾进行非正式中途停留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 担任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唐安竹 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分析 佩洛西办公室发出的亚太之星新闻稿 并没有提到台湾 但这部分 不意味着代表团不会以非正式方式在台湾停留 并称此举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担任研究员的唐安竹认为 台湾没有出现在新闻稿公布的行程表 是针对北京关切的一种妥协 但不是屈服 联合早报报道的消息 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们再来看法广的最新报道 有消息称 佩洛西将于8月4日经菲律宾克拉克空军 基地访问台湾 在台北会见参文总统 那根据另外的最新消息啊 可能在8月2日 这个还没定 我们以后再看 然后在5日下午 其坐机降落在东京的恒田美国空军基地 他是美国政界排名第三的众议员议长 那作为礼宾程序 自然会与岸田文雄首相会面 另据报道 访问台湾的日本议员代表团 在所有日程结束后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石破茂强调 正在考虑所有可能性 为台湾的紧急情况做准备 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 相对于联合早报的报道 法广的报道就没那么专业了 什么是有消息称呢 是人的消息还是鬼的消息 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 那作为正规媒体 这些基本的要素统统都没有 就简单的说有消息称 那好吧 法广的这个消息 我们就保持怀疑的态度 国际上针对佩洛西访台的问题 已经吵翻了天 那么台湾官方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 转述台湾经济日报的报道 苏贞昌星期一出席活动时 被问及外界有关佩洛西 可能8月4日访台的传言 以及台湾是否在做来访准备等 苏贞昌仅对此回应 对于外国的贵宾朋友来台访问 都表示热烈欢迎 对于外宾的来访 台湾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 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 也都尊重访兵的规划 中华民国总统府和外交部 都没有对外回应 但台湾媒体此前引述消息人士称 台湾相关单位对佩洛西来访已是在准备中了 佩洛西访台的几率偏向有意成型 那咱们再来点专业性的内容 等我们把这些消息都汇集到一起 相信不用我说 你也会有答案了 那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 佩洛西是民意代表 他有意访问台湾全凭个人意志 与白宫政策无关 但是按照美国官方定义 国会议长是公职人员 而且是总统不能履行职务时的 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因此议长的作为 至少有代表部分国策的意义 民意代表接受合法献金 实现竞选诺言 为国家社会立法 为人民监督政府 这是选举制度的规矩 那至于如何制造与抓住重大议题 则全凭民意代表的个人本事 佩洛西有意访台 有其特殊意义 与个人荣耀考量 能否成真 则尚未确定 无论如何 妥当处置访台议题 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决策者则无旁贷 这里的重点是 特殊意义与个人荣耀考量 也就是说 佩洛西访台 涉及到他个人的荣誉 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曾经说过 美国中期选举要到了 佩洛西可能预料到 自己的政治生涯将结束 这次出访 可能是他政治生涯的绝唱 那么访问台湾 将是这次绝唱的最高潮 在前两期节目中 我个人强调过 佩洛西要是灰溜溜的回去了 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都是不利的 中共国底层 虽然叫嚣着喊打喊杀 但是官方始终是中规中矩 所谓的军事演习 也是给韭菜演戏 否则党国的面子 又放在哪呢 相信佩洛西也会给中共面子 把戏演好 以个人身份访问台湾 也能给足中共面子了 那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引述了中共学者的说法 简而言之就是 问题比较复杂 不能冲动 这不就是要不了了之的节奏吗 那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维基解密 曾公布了2011年11月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 与其顾问沙利文的电邮通信 希拉里说让中共统一台湾 然后将美国欠中共的1.14万亿美元的债务 一笔勾销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交易 而且还可以避免未来与中共国打一场代价极为高昂的战争 所以指望美国左派政府灭共 它不太现实 他们更希望中共延续过去20年的发展模式 双方合作闷声发大财 那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 佩洛西的丈夫和儿子在中共国也有生意 但是时间点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 胡文政令不出中南海 江家帮利益集团垂帘听政的时期 贪官把贪回来的钱 轻轻松松转移到美国 美国政客也能从中共那里拿到足够多的利益 但是自从中共国总加速时习近平上台以后 过去的一切就开始发生改变了 中共把各种资金外流的渠道全部堵死 拍仓打老虎 把江家帮折腾个底朝天 中国的老百姓等于看两个奴隶主打架 没捞到任何好处不说 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总加速时已经成为公敌了 在佩洛西准备出访之前 拜登跟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 相信双方已经把底牌都亮明了 佩洛西访台是板上钉钉 就看总加速时怎么反应 是要鱼死网破还是忍一时风平浪静 那我个人相信总加速时此时不会大动干戈 只要把戏给演足不丢面子就可以了 因为总加速时那张大饼子脸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以老拜登跟总加速时的关系来看 他是能拿到总加速时底牌的 既然习近平在成功连任以前 他不会贸然行动 佩洛西此行即使要去台湾也不会太过招摇 以私人的身份到访台湾 给自己这几年肮脏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亮点 另外上期节目中我们也说过芯片法案的事情 基左政府刚刚通过这个捞钱的法案 也需要蔡英文政府积极配合一下 总体来讲呢 台湾政府没得选择 老大你怎么收服我就怎么配合你好了 至于中共国 其他的杂音都可以视而不见 比如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近来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 坚决反对佩洛西赴台的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 强调佩洛西如赴台将导致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没说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对和有利反制措施 什么措施也没说 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该做的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对线总统拜登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不得安排佩洛西往台 这个是重点 我们等一下再说 赵立坚重申 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深圳 他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扭曲和掏空一个中国政策 发表不负责任言论 并称美国最近开始强调要维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希望美方首先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一致 不要搞双重标准 那为什么这么恶心的话 我要全部都引用呢 因为赵立坚 这里明显是话里有话 语气强硬 但是已经向美国表明态度了 拜登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那上期节目中 我们已经说过了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 科比称 无论佩洛西是否访台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 美中没有理由走到动手或加剧实际紧张局势的地步 所以上期节目中我说 佩洛西就没事找事 那实际上呢 还是利益上的问题啊 赵立坚的话呀 还有一个重点 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 那前面新加坡联合早报已经放风 佩洛西会以私人的身份访台 所以他私人的行为 那不是美国政府安排的呀 他是美国名义上的名义代表 所以他要做什么 没人能阻止 那至于赵立坚其他的陈词烂调 那就是喊口号了 而且赵立坚也没有说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 中共军队的动作都是虚张声势 演戏给国内九才们看罢了 那总结来说 佩洛西访台基本成定局 美共跟中共给全世界演了一场戏 那至于说美国的左供政权 向中共许诺了什么 那需要在未来的时间才能看出来 但是总加速师只能先打掉门牙 往肚子里咽了 那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 仅供您参考 好感谢您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